我名字叫Personality Adjective 各位課課大家好 我們會開始說小異英文的課課 這次要說Personality Adjective 其實是形容一些性格的用詞 寫字 是說一些人物的性格 主要是看他給你什麼資料 而決定我們平衝的時候用什麼生字 通常說一個人的性格 你看到這裡 這個就是言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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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用詞 言用詞前面我們一定會有一個ismr 即是b 你們學過的b 會是is m 或者是r 你看到上面有個例題 he lazy是不對的 一定要加ismr才可以再寫一個形容詞 問題也是 你看到這裡 這也是一個形容詞 就記住了 即是說言用詞就和smr一起出現 可以嗎 OK 我們可以看看下面這個部分的題目 其實呢 在你們的英文書裡面 都已經有所有這些生字 如果呢 譬如學校有安排功課給你做 或者你自己也有看過英文書的話 其實你對這些字應該都不會太陌生的 但始終有些同學 可能他學校沒有sum 或者沒有網上教學 我們都會先解一下這些字 這樣 OK 好了 第一個這個lazy 是什麼意思呢 是懶惰 有筆記的同學寫下它 寫下中文解釋 寫下中文解釋 懶惰 OK 好了 這個helpful 你們之前也有學過的 就是幫不幫忙做家務的同學 會幫忙做家務就叫helpful 不幫忙做家務的同學 就是helpful helpful 就是說會幫助別人的 好 好 好 這個字 很多同學都會讀錯的 會覺得 已經是h了 是不是horn 是不是 不是 這個是honest h是沒有音的 honest 對 它的中文解釋是誠實的原因 誠實 誠實 OK 旁邊這個 你看到它和honest一樣算法 但前面多了三個字 這個其實就是honest的相反 就是不誠實的原因 所以其實你發現 串三字串一個就可以了 串honest 然後記住加dis就是它的相反詞 OK honest dishonest OK 好 旁邊 root 這個root也是以前有學過的 是解無禮貌 是解無禮的 無禮的 寫出來 什麼意思 無禮 OK 好了 然後隔離 通常剛才就說是相反詞 是吧 那polite呢 是吧 就是有禮貌了 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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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到時可以在Youtube上選擇 OK 好 你快點看吧 好了 這裡careful careful是解小心 真的很謹慎 做事很小心的 好了 你看到旁邊的東西 又是和它差不多一樣的 這個careful 這個careless 它變成LESS 其實這個真的不小心 相反一次 OK 好了 隔離這個 你的同學會不會讀這個字 這個是tidy 比較簡單 一年級都有學過的 tidy 是整潔 整潔 譬如他會 會收拾他的房間的 會打送他的房間的 這個小朋友就很整潔 很tidy 很tidy 相反一次 就叫做untidy 不整潔 不整潔 OK 不整潔 untidy 好 好了 最後一個這個hardworking hardworking是解勤力 相反就是lazy冷肚 這個是勤力 hardworking 好 好了 解完上面的生紙 然後下面有些題目 是填充題 我們就不一起做 我們稍後給你一點時間做 但是我們現在就用時間去講解一下 究竟一些生紙的意思 你才會自己做到 如果你說我全部生紙都不懂解釋 原來 就不會做到 行不行 然後以下這些 就是這一課裡面很常見的生紙 所以其實你懂得看熟了這些生紙 填充不會做錯 OK 第一題 我們不說前面的答案 我們先看看後面的補充資料 你要看完補充資料 你才會知道答案應該寫什麼 OK 這個tell lies 隔著它 告訴你 這兩個字是黏在一起的解釋 這個是說謊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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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要留意說謊 說謊 一定是不誠實 一定是不誠實 看清楚前面有說 does not 那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想一下我們上次有說過 does not 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好了 這個說謊 寫完我們就看下一題了 第二題 his uniform 這個uniform 是校服 OK 然後dirty 很dirty 很dirty dirty是什麼意思呢 是安裝 即是髒 這些字一定要關掉 關掉後才會做這些題目 是不會錯的 不要覺得這些生字 我之後也不會看到的 不是的 你來來去去去看這些生字而已 所以你一定會知道 關掉這些字 就會做到填充題了 OK 好了 他的校服很髒 那又是怎樣呢 你自己想一下 OK 第三題 Jenny 這個gris gris 是打招呼 OK 好了 接著 第四題 這個tail lines 咦 這麼熟口臉的 對呀 跟這個一樣的 我們不再寫多次了 一樣意思的 好了 第五題 第五題 study heart study heart是什麼意思呢 study是計算溫習 或者學習 雖然這個字有點簡單 但是同學們不懂 所以我們也寫 hard 就是努力 OK 好了 第六題 the boy is he makes his bed every morning make his bed 我們之前 上一課 講的 或者再上一課 英文書 其實都已經教了 這是做家務的 其中一個 就是折皮 OK 這個簡單 我們就不寫了 看下面 OK 好了 第七題 does not 就是不做 那是什麼 dual revision dual revision 就是溫習 跟學習不一樣 這個是dual revision 是溫習 學習是study 不一樣的 OK 第八題 shouting shouting 是大叫 my brother is shouting at mom 就是brother 不管他爸爸 哥哥也好 小孩也好 他對著媽媽大叫 是嗎 那他是什麼呢 這樣 好了 第九題 這個 就是monitor 你們很熟悉的 但有些同學都不知道為什麼 monitor 每一班都有一個 班長 monitor 因為這個monitor 是男生 對 男班長 女生就叫monitress OK 所以 就只有一個 幫助教授 幫助教授 carry 拿著 拿著 OK 第十題 she always breaks things break 打破 打破 OK 好了 你看到這十題 解釋 和 填充題 的選擇 我們已經解釋完了 所有中文都 你做的時候 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記住 剛才一至十題 說了那些 中文字解釋 其實 都是這一課 很常見的題目 或者很常見的詞語 所以寫下 是對你有幫助的 OK 現在呢 剛才我們一路說的時候 應該有些同學 一直在做那些答案 這樣 如果未做完 我們現在用三分鐘時間 對啦 做完剩下的那些 我們稍後 三分鐘之後 就一起去答案了 如果未有筆記的同學 你可以看著螢幕 想想 答案是什麼 我們稍後三分鐘之後 就說答案 為了 有些人 那些個人 沒明白 在哪裡 有些人 你 擔心 你 感情 那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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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第一题 好了,第二题 他的衣服一直都很骯髒 他的校服整天都很骯髒 不整洁 第三题 她骯髒教授每天都跟老师打招呼的哦 所以就是 有礼貌的 有礼貌的 今晚爸爸拿回来先坐 好的,第四题 他会说謊话的哦 那说謊话就是 Dishonest Dishonest Sam is dishonest he tells lies OK 好了,第五题 They study hard 好努力学习哦 那就是这里 Hot wor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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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ldren are hard working They study hard OK,第六题 He makes his bed every morning 每一早早都会折皮的哦 那就是做家母 做家母 我们就用这个 Helpful 好,第七题 She does not do revision She does not do revision 不溫杂 那就是很懒惰 Lazy The girl is lazy The girl is lazy She does not do revision OK,第八题 My brother is shouting at mom 对着妈妈大叫 就是骂他 所以就是很无礼貌 就是无礼 Rude Rude OK My brother is shouting at mom He is rude OK 好了,接着第九题 The monitor helps the teacher to carry books He is... 帮她拿布 好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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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题了 She always breaks things 經常都打破 那便很不小心 就是这个 不小心 careless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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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那用小小時間 看清楚自己 有沒有寫錯字 有沒有寫漏 對 有沒有算錯字 就不要算錯字 因為上面有得照抄的 看清楚一點 看清楚一點 好了 那剛才呢 記得我們有說過嗎 上面有說過 用詞前面呢 我們一定有is and are 我們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了 第一題 May is honest 有啦 John is tidy 都有 Jenny is polite 又有 Sam is dishonest 你看到呢 這些呢 May John Jenny 和Sam 都是he 和she 那我們就用is 好了 第五題了 就有a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the children 是中數 是day 所以就不要用is 就是啊 OK 你都會有is 是嗎 好了 第六題了 有is 第七題 也是is 第八題 也有he is rude he is careful my sister is careless 好了 那為什麼你要降低呢 就是提你 如果你自己寫句子的時候 如果要用到形容詞 或者是這些形容詞 前面一定會有XMR 的 OK 記住了 一定會有XMR 才會有形容詞 不然他就知道錯了 好了 那你們看下一版吧 為什麼剛才我要提醒你們前面要寫呢 沒錯 就是因為現在就到你要寫了 你看到呢 他給了一些圖畫給你 給了一些圖畫給你 那你要寫究竟那個公仔或者那個人物呢 他是屬於什麼性格的 可以嗎 好了 那提一提你 一個句子 這個 這個 練習裡面 只有三個字 每一句 對 首先就是人名 OK 然後呢 中間記住 有esemma的腦間 給你 你就不要寫漏了 esemma 最後呢 先寫言用詞 行不行 那這些所有的言用詞 我們前面 剛才已經說過了 那你就可以在前面 看一些提示 你做回這一版 也有些題目 你看到他每一題 其實都已經給了第一個 開頭的英文字母 提完你了 所以是很簡單的 OK 那現在呢 為免大家 做得很心急 我們給五分鐘時間 你慢慢做 看清楚自己有沒有寫清楚 esemma 有沒有串錯字 可以嗎 五分鐘 我們等一下對答 我可以做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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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題 他會跟外婆說Good Morning 首先要寫Is Emma She is 有禮貌 Polite 第四題 Day 我們用R 幫兔子的媽媽拿東西 Are they are helpful OK 下面 說話很生氣 那是You are 這個沒有選給你們 大家也要記得寫 You are rude 好 接著 這個是Monkey 他做錯事會說Sorry 他會認錯 所以是He is Honest 好 第七題 We are 撿完玩具了 Tidy OK 第八題 不撿玩具 They are untidy 看自己有沒有選錯字 有沒有寫錯 有沒有寫錯 有沒有寫漏一點熱石麻辣 行不行 好了 這版比較簡單 我們看看下一版 我自己翻熱意識 這個 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 由上一課開始 或者之前幾課開始 其實一路做的文法 或者練習 都是圍繞著 現在色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現在色 在這裡 這是He 現在色後面 就要加Es 或者S 記住 I U V Day 就不需要加S He is She 就是要加S 行不行 這個是你們最常犯的錯 OK 好了 這裏我們今課 是學什麼呢 這版 其實它就是 一個小朋友 他的習慣 例如逢星期幾 他會去上什麼班 有什麼課活動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最需要串些什麼字 就是串星期一至日 就是Monday Tuesday 那些 你同學說 好像很簡單 平時看到那個MON 加個Day 就是 你看到有幾個字 真的比較容易串 但也有兩個字 例如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其實很多同學都會串不到 但這個課題 其實最基本就是 一定要關掉全部 星期一至日的串法 就算你說 這真的很難 或者怎樣 你自己用些時間 或者現在這麼有空 沒有什麼特別活動要做 就串了星期一至日 高年級 例如作文 作句 都會有幫助 可以嗎 可以 這裏已經給你了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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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學會讀錯 這個會讀了做 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三 記住 有些同學 星期五 會漏出這個S 是有First 星期五 星期五 是有S 星期五 比較簡單 很短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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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一個詞語 同學問 為何會有這個字 我本書也沒有 我們之前也有提及過 看一看 星期日 星期五 是平日 星期五 星期五 都要認識的 OK 好了 那旁邊 就是很開心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不用上學的星期六 星期六是Saturday 星期日是Sunday 有些要留意的地方 是甚麼呢 你見到的 其實是避了你的 你見到 所有星期幾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 我們前面都會加個按 給它 這是一定的 不會變的 永遠 你從每天都要寫 星期五 都好 前面一定要寫按 行嗎 行嗎 好了 然後 星期日 這比較少見 但我們照寫 我們都是用按 但星期五 這是週末 就是星期六 週末 我們會用S 這是唯一不同的地方 我們用另一個顏色 圈著它 會是S Weekend OK 所以你記住 記住 星期幾前面 一定加按 但如果S Weekend 就用S 但通常 普通的 正常 我們學校 或是考試 測驗 都不會有 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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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是用按 可以嗎 有一個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 我們去做這一課的時候 其實你記住 這些週末 週末 什麼日 都好 我們後面 一定會加個S 給它 你自己寫一定都可以 基本上你不寫就錯了 在這一課裡面 即是說 我逢星期一都會這樣做 星期二都會這樣做 星期三都會這樣做 這意思 就不只是一個星期三 這是一個習慣來的 譬如 我逢星期一去補習 我下個星期日都補習 再下個星期日都補習 是吧 每個星期一 對 我們就會 On Mondays 即是說 我逢星期一都是這樣做的 這樣 那這一課裡面 總之你逢星期幾的字 都加S就可以了 不加就會錯的 所以你記住 本身的字是這樣寫的 M-O-N-D-A-Y 但我們在這一課裡面 一定會加S給它 OK 好了 那我們可以說一下下面 這句話 他就說了 John is Sporty 逢星期五會做什麼 Go Jogging Go Jogging 即是去運動 去做運動 好了 那這裡應該寫什麼呢 這個是動詞 對吧 那它是He 動詞就要加S Goe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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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mbing Lesson 星期幾呀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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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了 逢星期一 星期一 星期一 他也有上星期一 星期一 OK 然後 M-A-E is Hardworking 她很勤力的 那應該說什麼 M-A-E好 Hardworking 她會玩,會玩和Jenny,又會學習她的教授 現在說明她是硬勢,那我究竟她會說去玩還是去補習呢? 對,當然說她會補習 所以,動詞是study 我們是she 所以就是study with her s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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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幾 星期六 Saturday 記得星期幾的寸法和詞語一定是大家的 Saturdays 不要寸錯字,看清楚 好了,到第六題了 說了May,除了星期六的活動之外 她還有星期幾的活動 還有星期三 所以,第六題我們就直接寫 Wednesday 加S Wednesdays 會做些什麼呢? 和Jenny玩 動詞是play 前面有個she 動詞就要加S play 請 字幕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